那我认为将来这些年轻选票 跑向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可能性 假如说这个白银 他失去他的号召力 那年轻选票跑到蓝银那里去的 比例应该有六成 跑到蓝银那边去应该有四成 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说 在四五年前 白色力量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那时候80%的年轻人都是支持民进党 那怎么会在四五年之内 就这么快就转移到 白色力量那里去 那如果白色力量没落了 或者大家看不到白色力量有当选的希望 那这些年轻人的选票会往哪里跑呢 我认为既然你四五年前 已经因为对民进党失望 然后跑到蓝银那里去 如果蓝银的这个变成 没有办法浮起来的阿斗 当然你就要跑到 那有可能再把民进党 这个政党轮替的那个势力那边去 也就是蓝银那里去 主观的来讲 那我认为加拿来这些年轻选票 跑向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可能性 假如说这个白银 他失去他的号召力 那年轻选票跑到蓝银那里去的 比例应该有六成 跑到蓝银那边去应该有四成 如果从全世界的年轻人的投票 这个行为来观察的话 年轻人可以说是就29岁以下的投票率 可以是在所有的这个年龄族群里面 投票率最低的 那他们对政治的这个了解情况也不是很深入 那年轻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收入啦 工作啦 甚至就业就学啦 那这几个现在年轻人比较关切的问题 民进党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解决的方案 似乎是这个没有办法提出一个 很让年轻人满意或看到希望的一个方向 整个大的情势来看 还是对国民党有利 在过去几年的舆论对民进党的一些批判 在这一次选举 我认为可能民进党的投票的热度 可能甚至要低于国民党支持者的投票热度 因为国民党支持者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他们有机会可以重新再起 所以他们的这种投票的这种意愿会比较强 那民进党呢 因为毕竟经过了这个八年的这个执政 也看不到民进党有太多的这个建树 那么我想民进党的这个选民的投票意愿 可能会比国民党要弱一点 我想可能绿营的不投票的比例也相当高 那所以当然有些人因为蓝白没有合成 对这个选举感到失望 不去投票这种也有 可是如果两个来相比较的话 因为民进党这边也有票 也是对民进党失望而不投票的 这种也有 那对于这个白银失望或者对蓝白和破局失望 而不投票也有 可是这两个你来两相来做比较的话呢 恐怕绿营这边流失的票还更多 那绿营总是到最后会喊出一些爱台湾啊 像这一类的这种口号 再把这些人的这种本土意识把它唤醒嘛 不要再让国民党复辟啦回锅啦什么等等 那我认为在这一次的选举这个号召的这个力道 可能不会再像过去这么有效了 然后再加上外在势力嘛 也不会让你讲太偏激的话嘛 民进党自己传统的支持者 对于民进党现在比较没有信心了 然后民进党又没有办法 用他的传统的文宣武器 去喊这个抗中保台啦 去喊台湾人这个团结啦 又没有办法以这个来作为一个号召的时候 那这些再加上这些绿营的人 对投票表现得异性蓝山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对蓝云的这个发展 这个这个文宣的这个布局是有效的 是有是有利的 就以目前的局势来讲 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台湾的境外的势力 那么境外势力当然包括对岸的这个 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日本 他们希望说能够影响台湾的这个选举 那如果综合这几个境外势力来看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这个情况啊 这个其实对蓝云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现在试图要走向一个和缓的一个局面 那在这个和缓的这个双方接触的过程里面 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湾制造新的议题啊 来阻碍台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 禁合的这种关系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势之下呢 美国一定会对这个民进党施加某种压力啊 希望民进党在未来的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不要出现太激烈的这个语言或者是呃宣传啊 那诸如说这个主张台湾独立啦 诸如说这个这个坚强的要呃跟中共啊 中共之间的一种呃对立啦等等啊 啊美国应该啊会对这个赖清德这边啊 来施加一些啊这方面的压力 那甚至有人传言说呃这个萧美琴之所以的 愿意出来担任呃赖清德的这个副手 其实是美国在背后的的一个布局啊 希望用萧美琴啊来看住啊这个赖清德 那至少啊这个对美国人来讲啊 有萧美琴这样一个呃在英语的这个语言上面啊 沟通无碍的人在赖清德身边啊 啊那么也可以使美国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啊 啊获之赖啊或者是呃民进党政府的一些动向 所以如果说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呢啊 那我们可以预见啊那将来民进党在这个文宣上面啊 在他传统上的这种抗中保台的这议题上面 他的声势势必会比较呃受到一些牵制啊 民进党传统上就是以抗中保台啊 啊那么以这个爱台湾啊啊啊这个坚强台湾的这个自主性啊啊啊 来作为他选举的一个号召 那如果这些口号啊都不能够在很激烈的啊来做宣传的话呢 那么显然对民进党的一个选战布局来讲 我认为是相当不利的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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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